989集 李千许沉着脸 面色担忧地说道 要是这么弄的话 他们这个主导权将要被弱化许多呀 没事 事已至此 咱们只能吃点亏了 这也是从长远发展来看 为了李氏集团的名誉 和生物工程的前景着想 林宇第一声说道 他也知道 现在来看 是让楚云喜捡了个大便宜 但是等云喜集团的名声 被悬一门搞乱之后 有楚云喜哭的时候 行 听你的 李千许见林宇这么说了 咬了咬牙答应了下来 接下来的一段日子 林宇便忙着 让李千许和窦老 帮他一起收集修炼 制纲纯体所需要的珍贵材料 同时也不间断地修炼着制纲纯体 虽然进度缓慢吧 但是好在能够感觉得出进步 韩冰出院之后和谭凯一起来过一趟 经过这段时间的修养 韩冰的精神状态已经好了许多 恢复了以前那种英姿洒爽的样子 何少校 你不在军情处的这些日子 我感觉整个军情处的层次 都下降了一个档次 韩冰望着林宇有些无奈的叹口气 语气中带着浓重的惋惜 这或许是这么多年来 军情处做得最错误的决定了吧 韩少校 我现在可不是什么少校了 你还是称呼我何医生或者家荣吧 林宇笑着笑说道 想起军情处一号仓库 那些个奇书典籍 他心里面说不出的心塞 要是自己还在军情处的话 还有机会借阅借阅这些书 但是现在被军情处除了名之后 他只一点机会都没有 尤其是二号密藏和三号密藏里面 藏的什么东西 他见都没见过呢 巨大的好奇心得不到满足 让他心头感觉更加抓耳挠腮 难受和焦躁 在我心里 你永远都是何少校 韩冰冲林宇灿烂一笑 眼中光亮闪动 似乎感慨万千 林宇浅浅一笑 轻轻地叹口气接着询问 啊 对了 我前段时间给胡处提供过一份情报 不知道他有没有告诉你啊 林宇指的是上次报告胡海帆 灵霄所在的地址 让胡海帆派人监视灵霄的事情 他知道 作为胡海帆的嫡系和心腹 胡海帆多半会将这项任务 告诉给韩冰 说过了 现在就是我在负责 韩冰面色一正 如实说道 这小子精灵着呢 我们观察了他这么久 他都没有太大的异样 每天都是饭点出去吃饭 吃完饭就回住处 而且住了这么久 也没有丝毫要换住所的意思 难道他就不怕自己的位置会暴露吗 哦 那么多天了 他都没有什么异动吗 也没有见过什么奇怪的人 或者是有什么奇怪的人去找他 林宇文言也顿时面色一变 这距离上次他给胡海帆提供情报 都已经过去一个多月了 这么长的时间 林霄就没有接触过其他人吗 怪不得军警处监视他那么久 还没有丝毫反馈 没有 据丁烧的人说是没有 韩冰摇摇头低声说道 我有种感觉 感觉这小子似乎知道我们在监视他 或者他希望我们监视他 希望你们监视他 林宇面色微微一争 也有些疑惑地问道 让你们监视他做什么 我猜测可能是想分散我们的注意力 韩冰沉声说道 我们这一个多月都把希望寄托在了他身上 主要的人力和注意力也都放在他身上 想要通过他救出他的师父 所以都没怎么派人去搜寻他的师父 这也就极大的减少了他师父的压力 让他的师父可以趁机修炼一些悬术功法 或者让他师父得以逃脱 这些都有可能 作为军情处的要员 所有存在这些可能 韩冰都要想到 林宇面色微微一变 点了点头 觉得韩冰说的确实有一定可能 这个灵霄既不跑也不逃 就在这地方老老实实地住了这么久 确实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所以从上个星期之后 我就减少了跟踪他的人员 而且派去的都是精锐人员 避免引起他的注意 韩冰眉头一簇 第一声说道 所以这几日他有一些异动 似乎是去接触了一些什么人 哦 听到这话 林宇的脸上担忧顿时一早而空 急忙问道 他接触的是什么人啊 是不是离火道人 那个杀人不眨眼的大魔头 离火道人 韩冰和谭凯两个人文言互相看了一眼 都有些纳闷 对这个名称 他们有些陌生 啊 就是那个大魔头 灵霄和玫瑰的师父 自称离火道人 林宇急忙和韩冰谭凯解释一句 同时还提到了上次在千渡观 后崖竹林的事 当时谭凯亲自带人去处理了 那个离火道人的徒弟 同时他也带人仔仔细细地 搜了几处那竹屋 也没有什么太大发现 原来他自称离火道人哪 等我回去查查看看 谭凯一边说着一边掏出手机来 把这个名字仔细地记在备忘录里 准备回去查查处里面这几年的档案记录 说不定能有什么收获呢 我们也不知道林宵接触的 是不是他师父 为了防止被发现 我们的人也没敢跟得太近 韩冰沉着脸 面色凝重地说道 而且 这个人的身手非常高深 不是我们的人所能比的 是啊 何少校 要是你还在军情处就好了 对付这种人呢 还得你这种级别的高手出马 谭凯也禁不住 跟着叹息一句 林宇笑着摆摆手 两位实在是高看我了 我可没有那么大的本事 我上次给胡处提供情报 都是嘱咐过了的 你们的人千万不要跟这个林宵发生冲突 因为他已经练就制纲成体 要是一旦发生冲突 你们的人恐怕有去无回 直到现在林宇想起那天晚上自己冒足力道 击中林宵的那一刻 没有伤到他分毫 却宛如打在钢板上一般 他心中仍旧是感觉深深的震撼 寒冰和谭凯听到林宇这话面色微微一变 他们上次就听林宇提起过这件事情 这段日子都忘了这茬了 幸亏他们的人没有贸然对林宵动手 否则可能情况会十分的不乐观 那这么说 我们就算发现了他接触的人是他师父 我们也没办法对付他们 寒冰面色有些苍白 他们师徒俩的身手绝对都堪称恐怖 想起了上次被离火到人大伤的情景 寒冰仍旧是心有余悸 这个倒不一定 实在不行的话 我们可以利用人海战术 不敢说一定吧 但是也觉得有取胜的把握 林宇面色凝重 语气中带着一种些微的从容和自信 现在的他说这话比以前可是有底气多了 首先除了不成又多了百人图 这种世界顶级杀手追随自己左右 其次又结识了胡晴峰这种世外高人 而且胡晴峰手下 已经招募了几个精通悬术的高手 纸面上的实力比以前要大多了 再加上军情处的高手 所以到时候尚可与这大魔头师徒一战 本集故事播讲完毕 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二十三个月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